原标题 实现三大语系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 统一做出了巨大贡献 徒伪赵普初在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成立大会上 致辞少年活佛与赵普初的交往1952年 班禅额尔德尼确集间站到上海 时任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上海市分会副主席 兼秘书长的赵普初负责接待 并安排了一次盛大的集会 让上海的佛教信众有机会参见时事班禅 1954年后 担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的赵普初 开始常驻北京 除在全国两会和其他场合与时事班禅见面外 还此次陪同会长喜饶加措大师 一起去拜会时事班禅 1956年 赵普初到印度参加释迦毛尼密盘2500年纪念活动 当时 十四世达赖和时事班禅大师也在印度 赵普初曾到他们两位的住处拜访 此后 时事班禅与赵普初见面就不多了 赵普初与时事班禅再次见面时隔将近20年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恢复 据赵普初回忆落理技术 我没想到大师的面貌变得那样的堂堂而丰满 身材那样出众的高大 汉语讲的那样的流利而调理井然 佛法和世间法那样的精通 足见他的才智过人和平时的勤奋精进 1980年12月 中国佛教协会第四届全国代表大会在京赵台 离请时事班禅担任名誉会长 选举赵普初为会长 这以后 赵普初与时事班禅的联系就更多了 在两人的交流交往中 时事班禅大师从来没有因为担任的是 中国佛教协会名誉职位而推卸责任 凡是佛教协会有关人员有事向他汇报 他无不细心听取尽力协助 至于西藏和其他四省藏区的佛教工作 他更是不辞辛劳的奔走 他为佛教事业 同时也为国家的民族事业 做了大量的别人代替不了的工作 树立了卓越的功绩 徒为1987年 时事班禅和赵普初 在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成立仪式新闻发布会上 接受媒体采访 共举封教法句赵普初 形容自己与时事班禅大师的关系 可以用古人的一句诗 平生风一间诗友 赵普初在平时的工作中 多次得到时事班禅的大力支持 在对待佛教与社会主义 相适应过程中面临的问题时 两人的意见高度一致 时事班禅大师 根据在藏区视察工作时所发现的问题 提出了解决藏传佛教活佛培养问题的办法 他会同赵普初共同倡议 创立了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 1987年9月1日 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 在北京西黄寺成立 时事班禅与赵普初出席成立大会 并做了重要讲话 班禅大师在成立大会上表示 成立藏语系高级佛学院 是一个创举 这将改变以往经院式的教学方法 学员不仅要学宗教 而且要学政治 佛学院的办学宗旨 是培养政治上拥护中国共产党 遵守党的政策和国家的法律 真是各族人民之间的友好团结的高级宗教界人士 在成立大会上 时事班禅向赵普初颁发信书 聘请赵普初为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高级顾问 在我国宗教工作的法治建设方面 为了使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 得到切实的法律保障 使宗教政策法律化 时事班禅大师 赵普初会长与基督教的丁光逊主教 曾共同提出了一个建议讨案 共有关部门在起草宗教法的工作中参考 时事班禅几乎每次在人大会议上都要谈到宗教问题 他对宗教立法也十分支持 由此可见 时事班禅大师对宗教政策的贯彻落实无比关心 对佛教事业无比忠诚 他的热情像活举一般的照耀人心 图为参加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 成立大会的全体领导与师生合影 时事班禅原记赵普初悲痛悼念 1989年1月 赵普初生病住院 一天 时事班禅来到医院 告诉赵普初 说自己就要动身回西藏 时事班禅亲手递给赵普初一张请帖 想要邀请赵普初参加班禅东宁扎石南节开光典礼 看到赵普初卧病在床 时事班禅说 我知道你不能去 但我必须把这份请帖送给你 你留作纪念吧 他同时还送给赵普初一枚无量寿佛的纪念章 这枚纪念章是时事班禅亲自设计的 想不到 这次见面了 竟成为了赵普初与时事班禅的永别 1989年1月9日 时事班禅前往西藏自治区 日喀则是扎石伦布寺 主持五十到九十班禅和葬灵塔开光典礼 并连续多天为信众摩顶四福 由于十多天的劳累 突发心脏病 二十八日晚元祭 享年五十一岁 此时 赵普初刚刚出院 将前往香港视察天坛大佛工程 他听到这个消息 当即致电中国佛教协会 并转全国人大常委会 表示沉痛哀悼 并提前返经举行道念活动 1989年2月3日 赵普初参加了首都各界人士 一千多人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的追悼会 并发表日赘中天的讲话 深切悼念十时班禅 1990年1月17日 赵普初赶到广己寺 参加纪念十时班禅元祭周年法会 并发表讲话 颂扬了十时班禅大师的光辉事迹 愿全国佛教徒同发大心 努力学习大师四个热爱的光辉典范 继承他的遗志 现身于庄严国土 利乐有情的崇高事业 实时班禅大师耿直干练的性格 使他结交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他与赵普初的友谊 直到现在都被人津津乐道 作为藏传佛教的杰出领袖 他热爱自己信仰的宗教 作为藏族的优秀代表 他热爱自己的民族 作为伟大的爱国主义者 他热爱祖国 作为党的忠诚朋友 他热爱中国公 产党 时光的车轮不停转动 历史的印记不会被磨灭 时至今日 我们仍旧铭记这位为西藏稳定与发展 民族团结贡献了毕生经历的先行者 中国西藏网记者周经部分资料 参考藏传佛教爱国主义教程 我国佛教徒学习的光辉典范 依依纪念班禅元祭一周年 图片翻拍自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校实展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